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上星期起有1300台终端机断线 因此带来重大问题 美军宣布将会再提供给乌克兰大约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星链是由马斯克私人的SpaceX生产设备及提供连线服务 外界普遍称赞这套服务对乌克兰军队的通讯具有决定性帮助 让乌克兰军队能在手机和传统网络连线遭俄军的破坏下 维持网络通讯和继续作战 但近期传出 星链服务由哪个卖单出现争议 以及前线附近连线中断的消息 令人开始担忧乌克兰抗战对SpaceX的依赖 CNN先前报道说SpaceX9月写信给美国国防部 表示它为了提供给乌克兰星链卫星网络服务 已经花费将近1亿美元 没办法再继续负担 因此要求美国分担更多的费用 据SpaceX计算 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的星链服务 每个月账单达到几千万美元 但之后马斯克又在推特上说 别管它了 我们就继续免费资助乌克兰政府了 不过一名五个大楼高层官员告诉CNN听 SpaceX目前仍持续 跟美国国防部协商星链的费用 最近这次断线 是从10月24日开始 影响到1300台 用于战斗相关任务的星链终端机 一名乌克兰高层官员证实 这些星链终端机断线的消息 并且说他们对对抗俄军非常重要 遭到断线的终端机 SpaceX向乌克兰军队收取每月每台2500美元的连线费用 截至9月底 总计费用接近2000万美元 最后乌克兰在役拿不出这笔钱 据悉 乌克兰国防部曾经在10月初 请求英国政府支付这笔 每月325万美元的账单 但英国以有更优先考量的军事能力为理由拒绝 据CNN见过的一封信显示 乌克兰军总司令7月 直接向马斯克请求更多的终端机 军方已经部署4000台 可以看到少了1300台 占的比例不少 美国国防部4号宣布 将会再对乌克兰提供大约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T-72战机和英式地对空飞弹 目前美国已军事援助乌克兰超过182亿美元 德国总理萧尔茨 金毛天下之大不韦 11月4日旋风访华见习近平 主要目的还是要当大货王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与空中巴士公司 在北京签署批量采购协议 中方承诺扣子140架空中巴士飞机 总价值约170亿美元 这张大订单亦是给空中巴士的竞争对手 美国的波音公司看的 间接冲击美国政府 同时中方首次同意允许在华外籍人士 接种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 和美国辉瑞公司联合开发的福必泰新冠疫苗 这被福必泰成为第一款能在中国接种的外国疫苗 目前被披露的合同 应该仅仅是整个冰山的一角 据报道 这次随同萧尔茨访华的 有超过10家德企业巨头 包括宝马 大众 巴斯夫 德意志银行等等 然而在中共二十大后 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置于经济之上 供销社制度全面重返中国 公司合营开始启动 习近平非速重返无时代 比还有一些先见知名的外商 台商 甚至中国商人 抢住离开中国 美国已着手与中国脱欧 德国 欧洲资本巨头这时 却抱着中共不放 美国加州大学 荣优教授宋永毅 在自由亚洲的节目中说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讲明 要倒退到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 经济很快就有大的滑波 中共的家底会迅速好进 邓小平说过 在文革之前 中国唐先进国家 有几年到十年差距 但文革结束后 差距扩大到二十年到三十年 宋永毅说 西方应该读一读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才能对共产党政权有清醒的认识 共产党宣言早就说了 要消灭你的资本 那你还与共产党勾勾勾 为追逐利润而短视 赈痛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 外界还关注 德国总理用什么来交换巨额订单? 据萧尔茨对媒体透露 在最敏感的台湾和欧乌战争问题上 他都没有让步 还当面对习近平说 德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但关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 都必须是和平的 或是双边同意的 萧尔茨还说 习近平甚至表示 俄罗斯的核威胁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这应该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 稍微背离了中俄兄弟关系 但中共不可能给萧尔茨 拿走所有的好处 所以一个问题是 萧尔茨究竟对北京承诺了什么? 英文富翁马斯克 上星期正式接管推特平台 诱发左派的愤怒 一些广告商终止了和推特的业务 新任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警告说 继续向左派屈服抵制推特的公司 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根据《华尔茨日报》报导 一些大型企业 包括通用魔方 Oreal製造商 Mandalas International 辉瑞制约 和大众汽车都暂停了他们的推特广告 另外 根据福布斯说 传统汽车制造商 通用汽车 和福特汽车 是第一批凍结推特广告的公司 为此 在4日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明表示 说出那些屈服于抵制压力的广告商的名字 并让他们感到羞愧 这样我们就可以反制他们 我们亦尽在一切努力 来安抚激进份子 但是由于激进团体 向广告商施压 推特的收入大幅下降 极其之混乱 他们正试图破坏 美国的言论自由 据悉 最近一些阻疫组织 包括美国媒体事务 美国全国有色人总协议会 全国变性人平等中心 和优势科学家联盟 向主要的广告商的高管写了一封信 敦促他们 如果马斯克在推特内容控制上退让 就停止所有广告 然而马斯克一直在对推特平台进行调整 并多次向知名用户征求意见 非營利组织司法观察的主席 斐顿指出 左派有政府机构 传统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 好像激缸一样 集中向大科技公司施压 以压制和审查网上言论 而保守派 只有几个社交媒体账户 和少数几个团体 为言论自由而斗争 对此 马斯克是回应足承认 这个评估 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准确 我们来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11月5日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在记者会上强调说 动态清零不会改变 自二十大之后 中共持续硬清零 严峰控的防疫措施 惹离民怨四起 导致各地的警民冲突频传 二十大之后 动态清零松动的传言 接连传出 包括高层开会 延商放松 航班熔断取消 前官员说放宽在职 BNT疫苗开放施打 入境隔离日数缩短等 让不少中国民众 顿时产生期待 股市也做出积极的回应 11月5日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突然召开记者会 与会官员仍口径一致强调 要坚持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总策略 以及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 有媒体提问 近期中国包括有些铁路段 已经不再查检 旅客的核酸证明 还有些省只要六马 就可以全省通行 还有些地方 明确了核酸检测 即将自废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的防疫政策 近期有所调整呢 该疾控局 二级巡视员 胡祥 并未正面说明 只是强调说 实践证明 我们关于疫情防控策略 同一系列战略举措 是完全正确的 而据路透社4号报道 已经卸任的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 前首席科学家郑刚公开表示 中共政策正在围对 武汉肺炎的动态清零政策 进行放松措施与议定对策 包括新疫苗等 预计接下来的5-6个月 清零政策会出现有实质性的大改变 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认为 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权力稳固后 不会马上放开 但会逐步放开 一旦中共大面积注射疫苗之后 开始放开 放开之后大家觉得疫情没事了 到那个时候 中共就会归到是疫苗起的作用 老百姓也没有追责的可能 中共政府目前仍然严格封控 引发各地民怨沸腾 近日网络传出多个影片显示 在深圳市南山村 四川南冲市 河南郑州等地 有网友爆料 从防疫学霸 沦为防疫学渣 武汉市汉阳区 有居民高叫自我解封 11月3日 哈龙江省大庆市 九区批发市场的商户 集结抗议 要求政府开放市场和复工 遭到大批警员的镇压 一些带头抗议的商户被带走 还有山东临河的大量民众 涌向小区大门和外面的警方对峙 要求解封 网友说 执行的问题全部推占给地方了 悲劇在反复发生 用这套东西略骗各个地方财政 等经济崩溃了 民怨四起 就拿在新疆那套集中营扩大到全国 11月4日 恒大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陈芬 被北京高等法院指控 企图强奸罪 但控方指 女当事人情绪受困扰 拒绝作证 也没有作证的能力 因此决定不起诉 高院法官张慧宁最终下令撤销案件 不过该案被另一起高官犯局案再受惯注 事情发生在去年3月2日晚间 港政多个高官在疫情爆发期间 接受恒大集团管理层邀请出席晚宴 包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 入境处署长欧嘉宏 和海关关长邓以海 当晚饭局若有9人 不但违反限聚令 其中的陈分 更涉疑强奸一名女子而被拘捕 事发至今一年 涉事的3个高官命运不同 其中 欧志光以高兴国安委秘书长 欧嘉宏今年1月 再出席洪卫民生日宴 两度违反限聚令 邓以海去年10月而退休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